过去的全国大选期间 就在全民忙着为国家的未来投票的同时 其实也有人忙着策划发动恐怖袭击 准备在大选投票日当天大开杀戒 警方自3月份开始在全国各地逮捕了好几名恐怖分子 并及早发现和倒破了他们的屠杀大计 避免了好几场不必要发生的悲剧 全国总警长辅资今天发文告指出 武吉安曼政治局反恐组在过去一个多月 逮捕多达15名的恐怖分子 他们分别是6名大马人 6名菲律宾人 1名孟加拉人 以及一队来自北非的夫妇 其中一位家庭主妇试图在投票日当天 到雪州捕种一间学校投票站外 开车冲撞选民 不过最后庆幸遭到警方识破逮捕 另外还有一名胆大包天的17岁中学生 打算策划发动独狼式恐袭 自制6个汽油弹 打算在吉隆坡一带的教堂 娱乐中心和新都庙引爆 不过最后失败告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